旋律燈光投射在高雄老車站上 一張張老照片 紀錄舊車站的點點滴滴 也勾起當地人的回憶 準備起航了 模擬火車蒸汽聲 搭配磅礡腳響樂 和高科技投影技術 睽違19年高雄舊車站 本體終於回家 25號晚上高市府在院警館 光雕秀正式啟動 只是在活動前幾天 民眾騎車經過建國路 和中山路口 站體所展現出來的顏色 飽和道很難忽視它 黃的綠的紅的藍的 所有顏色統統搭在一起 等紅燈時真的忍不住 會多看一眼 有民眾拍下PO網 網友搞笑回覆 好像可以燒 中原普渡不是剛結束嗎 甚至還有人提議 可以加上金銅玉女 可能會成為打卡熱點 沒有認真的看 他的整個流線或者造型 好像不是那麼清楚的 要表現出來 什麼樣的一個活動 我覺得第一次難免 那可能還會有再進步的地方 這樣子 那可是高雄難得有這樣的光調 我覺得可以給予肯定這樣子 公務局新公處也解釋 有可能因為下雨 加上從馬路方向看距離較遠 可能造成偏光跟色差 也會把意見反映給團隊做改善 有網友推測 可能當時還在測試階段 把各種顏色是好是滿 才導致飽和度過高的情形 不過正式演出光雕秀之後 市民們踴躍觀賞 市府加碼延長到29號 都能欣賞光雕秀景象 TVBS新聞 吳宗勳許課程 宗家軍 高雄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